所谓的IoT是由物理对象 也就是Physical Objects组成的网络 这些物理对象加入了Sensors,软件和其他技术 以便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其他设备和系统连接在一起 并交换数据 IoT基本就是一些收集数据的设备 它们传辟了Data去一个Gathering Point 这些设备都是Internet Connected的 它们都是有各自的IP Address 今天爱尼尼带你了解一下有关IoT的高科技产品 其实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电子产品已经融入了IoT 一般的电子产品基本都是需要手动来操作 但有了IoT一切都变得简单 正比如SmartLight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声音去操控开关 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Vacue 只要这个Vacue融入了IoT的科技 它就可以通过人类说出来的指令去操作 Amazon Go结合了Machine Learning Computer Vision和AI的科技 有了这项技术 人们就不用像以前那样排长队才能进行购物了 只需要下载Amazon Go App 任何哪下的东西都自动加入Virtual Card 只要走出门口 系统就会自动对该用户进行收费 如今农业也开始运用了IoT科技 DJI Agress T16是一台纸宝无人机 不名思义是用于农林植物保护作业的无人驾驶飞机 这台无人机拥有6个悬疑 加上免疫于电池干扰的RTK Dual Redundancy System 还有Avonet Redundancy System 它通过地面遥控或导航飞控来实现喷洒作业 比如喷洒药剂 如果把这台无人机的Multi Aircraft Control Mode和FPV Camera同时操作的话 就能像搭载高清视频器件 并以最高3km的范围内安全的飞行和加强碰洒药剂的效率 Hadron Ring看似一个普通的戒指 其实它的用处就类似于滑鼠 它也可以被当作手提电脑的TouchPad 用在桌子或任何表面 Hadron Ring可以通过蓝牙连接电脑 因此就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 有了这个戒指 就可以在同个位置移动鼠标 左键、右键 甚至滚平 这样就像有一个滑鼠随时在你的身边 Nuridum 拥有先进的医学级脑补保健技术 可以改善生活品质 它使用电磁波、安全的刺激大脑 达到理想、精神状态 面对严峻挑战的时候 它能提高薪资能力 激活人体自然睡眠过程 有效的减轻压力 因此在眼镜的生活里 也可以保持该有薪资和体力 去完成所需的事情 最后 IoT已经跟现金生活和工作 变得心影不离 从以前无网络的时代 逐步发展到如今的IoT 科技迅速的发展 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放展未来 将来科技还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喜欢这部影片 或者有兴趣要了解更多科技 欢迎订阅、按赞、留言、分享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